Hello 今天就是2019年的1月20日 今天是大日子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就是 灣仔妖道開通的首日 我今天帶大家走一下灣仔妖道 看看它能不能夠解決港島區失車的問題 灣仔妖道免得十多年 耗資三百多億 它籌備規劃超過三十年了 接近三十年 這裡首先講一個基礎理論 就是有一些人說話我實在是不順他們 他們就說 你建什麼大橋 建公路 建單車徑 都不會收回成本的 為什麼那些人說建高鐵 建港珠澳大橋 就要考慮收回成本呢? 這種說法對基礎理論是完全漠視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 一個成本 不僅是收支平衡這個問題 成本就是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 譬如說建一條橋 它會不會製造污染呢? 如果會 那就增加了社會成本 如果它能夠建一條新的灣仔妖道 是可以解決港島區失車問題的 少了失車 碳排放就比較少了 就會減低了社會成本 同時間它的效益 譬如說港珠澳大橋 它的效益 它一天只是幾千輛車 走來走去 而它有這個排的車 是極之少的 其實大部分的橋是空過沒有人用的 雖然說旅遊客迫爆東涌 但是實際上能夠使用到的居民 不多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 一個小時 的洪水的流量 已經多過整天的港珠澳大橋了 在這個時候它的效益就低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考慮成本問題 就是講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 這個是第一個要講的 第二個要考慮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經濟學理論 就是長期在經濟史有兩個學派是爭議不斷的 一個就是所謂的古典學派 去到後來新古典 以及海耶克等人承繼了一些觀點 另外一個學派就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就認為在基建 其實可以是創造性需求 是什麼意思呢? 就譬如說那條路本身沒有人的 那個省本身沒有人的 那個縣本身沒有人的 你建一條公路進去 那就帶旺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創造了很多需求出來 但是呢 這種呢 一直被批評 短期是會刺激經濟的 但是長期當然會造成浪費 產能過剩 庫存過多 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 其次了 另外一個學派就是主張用這個什麼? 用這個有需求 然後才有供應 有需求才有供應就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 舉例 如果香港去澳門和珠海的項目 可能已經飽和了 已經是飽和或者接近飽和的 那你就應該建一條橋去 疏到那個水路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的出眾經濟的能力是弱一些 但是它能夠環保一些 能夠是會減少資源的耗費 以及繼續持續有效地發展 所以關於基建 兩大學派的理論 各持基建爭議了一百年以上 但是竟然有很多網友 一聽到A這種 然後就說這種約字 這種是不懂的 其實不懂的那個 未必是提出這些意見的人 兩大學派各有它自己所長的 至於如何運用呢 就是在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經濟條件下 有不同的假設 我們現在馬上去一去 看看灣仔腰道的行走情況如何 好 第三項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關於擦遷的問題 因為在灣仔腰道 就不得不擦遷天星碼頭 以及皇后碼頭 當時時任發展局局的林鄭月娥 就說答應了是會在13年重置碼頭的 但是現在19年了 你說他不是當權 卸任了就算了 事實上13年的時候 他還是政務司司長 19年他是特首 當權是不是應該要履行當年的承諾呢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很可惜 政府往往就要求你先待著 待對下最後什麼都沒有 擦遷重建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社會需要發展 民生需要解決 有時候要拆遷的 譬如說蔡元村 現在要建高鐵 就要拆蔡元村 那他真的拆了蔡元村 但是 你不是完全說要把他們搬上公屋 那就解決了問題 別人一生人是想開菜的 搬別人上公屋 難道別人在家玩happy farm嗎 是不行的 那你當然要給他選擇 他可以上公屋的 如果他不需要上公屋的 他希望繼續種田 那你是不是應該 政府有責任 去找回雙類的土地 雙近的土地 去給別人呢 這個是要考慮的東西來的 現在我們剛剛出了東區隧道 無奈 正在走這個東區走廊 現在一分鐘之後 就會去到這個灣仔繞道 我第一次走 我會有多少緊張 大家一齊 拭目以外 我會來不穿 那我會找到這個 我會い不穿 collaborations 到這裡 在後面 你會去看 那我去看 我會說 只是記錄 那我會說 我會探討 有了 我會在這裡 寧 那我可以嘗試 我會用筷子 相機 有4.5 周公里跌在墙上直到 generalized駕駛的路, 那我相信呢,因為裡面是走80的 而前面呢,今天也多車 那如果是在這個 上班時間,繁忙時間呢 我相信可能最後也要十幾十分鐘 那可能只是比走上面 原本那條路 可能也是快五至十分鐘左右 那但是,成效如何呢 還是要測試的 第一天的報告到這裡了 有機會再跟大家測試一下 謝謝